超过45门美军榴弹炮已经转交乌军手中 德国国会也决议通过提供乌克兰重型武器 美欧援助无疑都是乌军在顿巴斯抗俄的一大利器 但军援成本高昂 连美国老大哥都喊吃不消 乌尔战争开打到现在 美国累计援助乌克兰达三十亿美元 约核心台币一千亿元 现在拜登还要再加码 向国会勤款三百三十亿美元 近一兆台币 其中超过一百一十亿会用于经济及人道援助 另外有两百零四亿美元 则是最新一笔军援 拜登打算开辟裁员要透过 就责俄罗斯富豪 扣押制裁寡同盟的资产 补贴美国军援的费用 北约二十八号也提到 会协助基辅将武器从苏联系统 转为现代西方军武 而且已经有准备相关军援 可能要花上好几年 因为普丁侵吞乌克兰的野心 有增无减 二军相隔近半个月 二十八号再度空袭基辅 时间点正好是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瑞斯访问的同一天 联合国发言人坦言连古特瑞斯 都被近距离的空袭吓到 索伦斯基也痛批 普丁选在此时攻击基辅 是对联合国的羞辱 而且普丁二十七号 才向古特瑞斯表示 原则上同意让平民撤离 被俄军围困的亚速钢铁厂 同一天却出动七架图尔轰炸机 空袭场区 当地一名官员说 整夜至少有多达五十次的攻击 同时二军战略 还猛攻乌东城镇的铁路 要切断乌克兰的顿巴斯不极限 乌克兰国防部长警告 接下来几个星期会非常艰难 普丁集结重兵 打算大规模进攻 美军分析 二军在乌克兰七天之内 多了七个迎击战术群 近新闻 无论营朱家林报道 中文字幕内容 感谢观看